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 钟汉梁队长和他的 娃娃酷宝战队 所有的表情在上面 完全完全全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说大家的表情管理 一定要丰富 知道吧 千万不要呆发呆 来 一二六七八 动动动动动 动五六七 水舞台的势力 确实让我们信心有受到打击 然后让我们失去很多酷宝门 现在难题就交给了 钟汉梁队长 经过两次连续的势力以后 心情其实不管是自己 会跟队员都跌到一个谷底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都是憋着一股气 想要挽回一些什么 或证明自己可以的 刚才是有一个吹蜡烛的那个感觉 然后到最后 它有我们所有人 就是都手里面 可能有一个蜡烛的一个感觉 是 其实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人 是有一盏明灯 我们有一盏明灯 但是它可能因为什么原因 被吹灭了 我们迷失了方向 在舞蹈的过程中 在我们彼此信任中 去慢慢寻找到的这个东西 坚固你把你的能量 带给了我们所有人 这个是我想到的 适合我们这个 这个能量 对 适合这个音乐 对 跟我们的风格 那这个舞它是那种 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我们其实 真的还蛮符合我们这个队的 对 虽然温暖 但是里面是有 那个东西有力量 一直都感觉 好像自己没有太多优势 这一次一定要加倍努力 然后 给所有队员多一点信心 那先学 对 先学 来 我们大家 我们八哥走一下位 来 耶 鬼大在看眼 在看 在看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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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钟晔良队长在跟我们排练的时候 真的很努力 他们每一天手都是这样的 以前觉得张艺蛮帅的 现在突然觉得钟晔良真的有点帅 六七走 一二三四五 他每一次排练都是用尽全力去练习动作的 他一直是想呈现一个 特别完整的一个团队的形象给大家 希望这一次可以搬回来 就是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我希望让所有队员们觉得我们是 是好的 跟我一起是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更好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更好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小姐躺在她身上 好舒服 就是真的有那种很依靠的感觉 我们这个队的队长大秀 能看懂的人一定是会被感动的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的人会离开 有的人会倒下 但是大家寻找着希望的火光 然后一直坚持自己 心中的那种希望和期待 不管多大的困难 只要你心中有希望 我们就一定可以 再次重生 肖杰他的那个脸 然后躺在 靠在钟晗良的肩膀上面那一旁 应该肖杰演出来那种感觉 是应该搞笑的 但是我又是笑 然后又能真正的感受到 又能真正的感受到 他们一个团队 是真正的是融入到 大家在一起那种温暖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谢谢娃娃酷宝战队 谢谢 现在有请投票观众 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 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上舞台 来 三二一 请投票 请记住 谢谢 龚德元上台计票 我敢那么转给吗 好的 娃娃酷宝这个战队名字感觉特别蒙 但跳出来的舞蹈并不蒙 钟队长 今天这个造型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特别像那个Lambo的感觉 我平时就是这么穿的 没有 我是因为最近练舞了 练到什么这个手 怎么这个手好像不是我的手 怎么那个手好像是佳儿的手 啊 哎我就觉得应该把它露一露 帅不帅 哥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都是这样穿 我觉得每一次哥都会给我惊喜 我觉得每一次哥都会给我惊喜 哥的那个拼劲每次都会打动到我然后 我也觉得更应该跟自己说 无论撞到什么的时候 都继续像哥这样平下去 看这个作品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舞蹈的坚持跟希望的感觉 从整体的编排再加上道具的运用 然后那个音乐的感觉 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 就这一季的主题 然后包括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困难之后再次征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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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感觉能够感受到 嗯 一星队长 就是点燃了我点燃了我的希望 那队员们啊在跳这个大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触吗 其实我是第一次和队长这么久的排练 真的蛮感动 因为我平时都不太爱说这些话 等一下我这个外套先拿上来 我确实有点不自在 啊 来我跟大家 简单说一下吧 其实为什么会让我觉得 蛮感动的 我说了啊 为什么我觉得蛮感动因为一般我们这种舞者哈第一次排练啊我们现在顺一下哈但是我们这位队长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顺的直接我们动作很小他的动作是巨大的那种然后第一轮排练完了我一靠着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全部都是湿的 我的脸也是湿的 中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舞者都应该去学习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团队啊我很骄傲也感谢中队给带来的这个希望给我们 谢谢队长 谢谢 我特别会觉得这个舞蹈真的不是没有一点点界限每个人都可以跳跳舞每个人你想做什么事想跳什么舞想做什么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去做一点界限都没有那是一种精神那是可以感染我们的 他就是能感染我们的人他是代表那种精神他是那种精神本人 谢谢 然后今天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的三位上一期离开的队员今天我们跳我跳下来真的特别感动感动的点是他不是一支舞 他是一个团队他是一个精神他是一个代表所有人在这个当下这个环境下我们一起去拼搏的一个状态 我很爱你们也很爱瓦哥 从上次的失利以后就是原来真的大家的情绪被影响然后这一次怎么可以 就一股捉气把东西做好感觉好像我们在一起 互相影响大家互相激励大家慢慢形成的一个作品觉得哇太值了 来 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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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们大家感谢了 我 我 我不爱什么说我说不太明白 然后我觉得 然后到时候我们排列过程中都很快乐 对吧 然后也感觉哇哥每天都这么关注我们还有队员们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我不太会说话 然后谢谢大家辛苦了 特别正能量 就是有时候 哪怕跟他讲几句话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正能量 就是音乐听不到 他反过来跟你说哎没关系这个很好哎 这个你们跟别人睡打呼声我听不到 就是那种感觉到他扑面而来的成能量 非常棒孟迪 谢谢你 谢谢孟迪 中翰良他们那个团队让我感觉就是一个家庭感 大家来自胡四海的舞者 因为中翰良队长从不认识到认识 然后最后是一家人 就像烛光一样散发出来更多的一种 幸福和温暖让我觉得挺暖的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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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